一條考試的試題 就可以傷害十幾億同胞的感情 可以令到現界的考生、考評局都高調出來表達意見 現界的政府眼中看到的只有大陸同胞的感情 看到的只有中聯辦、港澳辦的命令 到底有沒有看到香港人的問題、香港人的訴求 一班不為自己地方的人爭取、思考的人做官 這個地方還會有什麼希望呢? 再次呼籲大家,九月份大家一定要出來投票 這是作為香港人的我們唯一還可以做到的事 我是強壓心環者Avin 中市試題的爭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一徐定音說 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 答案只是會有幣,是不會有任何利 當中是沒有討論的空間 非常正 我們這些普通市民是沒有的 不過想問清楚這條界線 偉大祖國只有一個執政黨 這個利幣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習大大帶領的中國有什麼是好有什麼是壞 還是只有好是沒有壞 那有沒有討論的空間呢? 譬如說特首承諾過的東西 如果大眾廣泛不認同他的話 他說他會辭職的 但變了空投資票 傷害了無數港人的感情 破壞香港遵守承諾的核心價值 對香港是好還是壞 當中的利弊有沒有討論空間呢? 親愛的香港教育局局長同志 希望你能指導一下我們 我是愛國移民公民MJ 影響一個地方先要影響他的歷史 再影響他的教育 在過去這一兩個星期 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 他都做完了 既影響教育又影響歷史 除此之外 還影響了很多DSD校生的努力 以及影響了他的成績 我們這一節就討論一下 其實那條教育的歷史科的題目 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是藍絲節目來的 我們是強國生患者 巴契 好 回到你一節的強國生患者 大家好 我要強調 我們現在是一個藍絲節目 因為我看到頭條新聞 以及現在香港的形勢 自從我們之前做過藍絲版之後 我聽說反應也不錯 多了十幾個觀看 都不錯 所以我決定 以後呢 偶爾用藍絲通 我真的怕被人批評 頭條新聞夠多觀看 現在是文革的 多觀看 多觀看 是不影響我們那個 一火藍血人的心 是啊 那藍王不是你說是是是 要觀眾認同你才是 同樣 就是教育局局長 還是香港現在那條紅線 這個試題 究竟是對還是錯 不是他所說的 我們要大家討論一下 我覺得他這次 相信各位聽眾都知道 這條題目的風波 就是1900至1945年之間 日本對中國是利多於弊問號 就憑他給的史料 還有憑考生的知識 阿Vinny先不要妨礙我 你舉手我看到你 首先我要稱讚這個教育局 我本身是小弟讀歷史的 我讀完書都十幾年了 我從來都沒有去香港 這麼熱烈 這麼討厭一條歷史的題目 成功帶起討論 我真的很安慰 一向都沒有人理 引來關注 其實是一個市場的動作 對 之前我還每天都跟我說 百祺 你歷史還可以讀的嗎 應該在香港 然後我心裡說 沒有吧 不知道 但現在證明是在讀 我覺得整個學術氣氛 整個層次都高了 我會覺得 回到這個題目 這條題目 他是討論利弊 作為我是一個中國人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或者作為一個美國人 猶太人 什麼人都好 其實這條問題 純粹是叫大家去分析 是有好處 壞處 還是怎樣 你沒有一個標準 我自己個人看法 不代表猶太人這樣計 假設猶太人考的會考歷史 也都出了一句 希特拉對猶太人是好是禍是福 一條題目 我不覺得猶太人衝出來說 哎呀 當年希特拉殺了德國人 殺了我們 納粹殺了我們多少萬人 怎樣怎樣 這個是有討論的空間 我聽到有誰說 有點生氣 叫我指指指 你傷害民族感情 我正想說這件事 不是喔 我反而覺得 中國我們偉大的華人同胞 他現在是傷害了 真的傷害了 藍絲朋友的感情 就是 我們藍絲 或者我們華人 這麼玻璃心 一條會考的會考試題 我們都會這麼玻璃心 我一見不到說 有全中國十幾億人說 會傷害到他們的感情 就楊潤雄先生 就一個人出來 就代表了十幾億人 就說 我就覺得這條題目 傷害了感情 喂 你代別人的方丈 你破壞了全中國華人社會 那個形象 我們是否這麼無容忍之量 我真的不太相信 是喔 那呢 阿邊你先說 我覺得如果同樣的邏輯底下 譬如上一些化學科 一些日本人上的化學科目 講開原子彈的製造 會不會又說 原子彈破壞日本人的感情呢 我覺得這個邏輯 或者我們的思考分析上 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就呢 我就不說他是應不應該 小弟呢 我應該早幾天之前 我用了十分鐘的時間 在Facebook上 打一個大概 我們強國新環者的Facebook 打一打 如果我是那個孝新 我怎麼回答 因為我見楊潤雄說 這個題目 就是日本對中國的影響 那段時間是得閉無理的 所以他就取消題目 我那天呢 我的Facebook呢 我就自己寄樣 或者手痕 我十分鐘時間打了一篇 我大概答案 其實 我又不覺得是 我嘗試我這裡用少時間 你兩位先忍受一下 我先離身 雖然現在是Cillibus改了 那 幾十年前 我是後級 現在是DSC 但是我認真的 如果各位聽著有質疑 我發了我A級成績單上去 我下級成績了A級成績 認真的 不出奇是歷史人 其實1900 我很粗略地回答 1900至1945年間 日本為中國大利多於弊問號 就你所知 他有給了兩個史料 就是日本 當年如何資助中國的革命活動 的確 就是20世紀頭 就是1900年初期 這集好像很悶 繼續有興趣 就是日本的確 尤其是 其實你輕忠會不會成立 即孫中山搞革命 我叫輕忠會 其實他第一手 第一水就是日本成立 也是有日本的資金 甚至中間很多史料 是證明 是有日本的黑幫 因為黑龍會 很帥 就去贊助他們 那基本上 除非你會覺得 原來中國搞革命 去推翻滿清政府 是一個幣 我可以說是幣 是一個也是幣 其實日本的資金 甚至有少少軍事訓練 甚至有少少軍火 去資助當年的中國 推翻滿清革命運動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其實很多中國的結出的人物 我不說那些老順 老順是這樣的 蔣介石是在日本讀書的 我專門說那些藍絲最喜歡的 周恩羅是日本讀書的 除非你覺得周恩羅這個人是和國央民 對啊 總有 我不知道 毛澤東也要被揮鬥 我就很尊敬 周恩羅 誰說河水不犯井水 我本人就很尊敬周恩羅 除非楊勇豪 或者特區政府 你走出來說 周恩羅受過日本教育 日本留學 從而導致他做了一些和國央民的行為 但是特區政府夠膽這樣說 我認同他 即是他叫他夠膽這樣說 這個是其餘 其三就是說 其實 他對中國來都要敗 他沒有說是什麼方面 其實 就算是文學作品方面 在十二十世紀初 日本對中國的文學回應很大 例如 老順根本是日本留學的 例如 旭達夫的小說 是受日本很大的影響 那這些其實 其實他都是一個中國文壇的 所謂叫做結出人物 或者叫做經典 其實你都可以說這些是利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作為一個考生 即是 我作為一個不是考生 即是 如果見到一條題目 那就可以很理性去分析 好處 有A 有B 有斯坦白奇所說的 在文學上 在軍事上 或者在推翻一個腐敗滿清政府上 以至到 對共產黨的貢獻上 那壞處可以再說 當然大家 十四億的玻璃心 經常說的 南京大屠殺 怎樣侵華 怎樣霸佔我們的東北三省 我覺得只是一條題目 為何要去上綱上線 去到破壞什麼什麼感情 絕對是 還有是不是真的 因為他說 不好意思 他說他是得閉沒有理 我剛才不斷 你說我亂押 我白奇亂說 也好 我也說了幾個點 那些是否叫來呢 沒錯 好像這位教育局局長 他真的用自己的言行舉止 來破壞自己的局長的地位 因為他好像真的不懂教育 那樣 無論是一個普通的家長 教育小朋友 我們其實不用去到這麼深入的歷史事題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討論一些事情 就說 喂 可能大家如果有參加辯論比賽 那樣 可能會有正方反方 未成年發生性行為是有利還是有弊 中學生育科談戀愛是有利還是有弊 或者可以跟小朋友交代溝通 就說喂 只是吃糖不吃飯是有利還是有弊 那這個不是要求你的立場 而是要求你去令到那些考生 或者所有的朋友 是有一個獨立的思考 你可以分析一下這件事情 如果是吃糖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壞處 然後你得出一個 根據剛才所說的好處和壞處 會有一個結論 從而做一個有邏輯的推斷 這個是教育的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我想基本上 講來都是沈棄的 但我不知為什麼現在教育局局長 就親自去把他這個政治化 破壞了這個基本舊的概念 其實我會覺得 所謂利或者弊 是從不同角度出發的 可能有些人覺得利就覺得弊 有些人覺得弊 又覺得利 特區政府或者楊洋雄 你舊姜就說 其實1900至1945年 日本對中國影響 據我所知 我看過很多台灣史的書 甚至台灣很多方面的說法 就是日本殖民台灣的年代 那段時間也是其中一段時間 其實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或者法制是有貢獻的 但是很多台灣甚至 教科書或者學術的書 都承認這一點的 除非 楊洋雄的特區政府 你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你說台灣不是中國的部分 沒有所謂的 那你就勾了出來 其實這個日本人的貢獻 我不是說要抹殺 或者忘記了這段所謂侵華 或者南京大屠殺這些事件 但是以小弟親身去一些東北三省的城市 被日本人佔領過一段長的時間 問回一些東北人 他們其實不是說對日本侵佔東北三省 他們是非常大的反感 反之是會挺欣賞或者有些感恩的 他們當然我接觸的那些已經是 他們的上一代 他們的爺爺 老爸 就是說其實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的 一些投資項目 興建的一些火車鐵路 以至到一些工廠 其實到今時今日都還在幫他們發展 而我會覺得是 現在其實主要是當權者 希望我們接收什麼 我們去表達什麼 同樣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俄羅斯欺負中國人 不會比日本人欺負中國人少 但是為什麼我們就往往忽視 以至到俄羅斯現在繼續霸佔了我們那個叫做什麼地方 海森威 海森威 到現在都還未還 但是大陸不看這件事 因為俄羅斯不夠去打 或者不夠去惡 不夠去無賴 但是日本人 可能日本人我自己覺得 講禮貌 或者日本人會再檢討當年侵華 算了 不再跟你追究了 那你就一而再再而三 民族感情 全民要打倒日本人 或者怎樣怎樣 我覺得不是這樣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可怕 就不是說它科目 或者不科目 就是說 其實我本身讀歷史 我會考考歷史 我大學都讀歷史 本身是歷史人 就是說 其實本身 你全地球 除了某一些國家之外 其實讀歷史 考歷史也是這樣考 我們這些叫做DBQ 我不知道兩位有沒有讀歷史 完全不知道什麼 它總之叫做DBQ question 我讀書的年代 DBQ question 就是說 我是給你一個題目 再給你一些資料 其實History 在西方讀歷史 某程度上是傾向一個open question 就是說 有一個論調 就是Rin 是一個色色的關頭佬 你同不同意 那你是可以不同意 因為西方讀歷史 就是考你什麼 考你的批判性思維 其實 好像剛才MJ或者Rin說 考你的critical thinking 其實 如果 假設Rin是一個色色的 我是很同意的 就算他有很多證明 或者不是也好 總之我言之誠理 我有大量的論據 或者有我的論證 去judge到 我可以答到 我可以答到 好言之誠理的系統 我judge到Rin是一個色色的 其實我也是有份的 這個就是本身讀history 西方歷史本身的精神 以及 都不要講得那麼高層次 我考回考我好 考級我好 其實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自己考級的時候 都有些本身是說 你媽媽是女人 你博吧 總之我可以博到媽媽不是女人 我博到言之誠理 你都是 總之我老到A1 就這麼簡單 其實這個就是 學術的一個可貴的地方 就是說沒有一個絕對對 沒有一個絕對錯 我只是在說 你總之有一個論證 你就OK 現在 特區政府或者教育局 做的就是 又是 我一向我們強國三華者 經常講一件事 政治凌駕專業 因為他要拆鞋 他要靈祖物有 所以我凌駕了 我本身這個精神 很擔心一件事就是 將來 如果MJ你有子女 或者AV你有子女 我是擔心一件事就是 將來他在香港繼續受教育 他受那種所謂教育 就是那種靈祖物有 不講邏輯 也不講批判性思維 只是逼你去認同 某種價值觀的教育 這才是最可怕 這不是說你有沒有自由 是說連你的專業也有影響 連你的思想的自由也沒有 可能你學會計 原來 中國的會計 和世界的會計 是有不同的 基本上你這套所謂的會計 就是無法提供世界 多高分都沒有用 有些看回 有些像文革當年 所謂毛澤東灌輸的思想 就是所謂什麼爹親 爹親不及無主席親 是整首歌來的 天大地大不及學識大 不及共產黨大 是嗎 總之是要灌輸一個這樣的概念給你 但而真的 的確是改變了一代人 那一代讀書的人 正正直入了這些所謂的思想 我來到現在的 我今天有飯吃 有衣服 有東西吃 全部都是共產黨賜給我的 反而在那個年代是怎樣 可比到是 真是相信這一套 而去批鬥自己的父母 批鬥自己的爸媽 家人 即是會 一個所謂 喪失了我們 這個批判性思考的教育 就會演變成 就是這一套 這樣的想法 我走回頭 我剛才所說的 這條題目 我作為一個校生會怎樣回答 我剛才所說的就是你 其實如果我回答 其實可能1900 至1930年左右 其實都可能是很多你 而弊就是 我不是照顧那段侵華歷史 更加多的事情說 對 照顧那段侵華歷史 其實如果我去考這條題目 我可能都會說弊多於你的 或者你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上 可能他在那個 人民道德 侵略土地這些上面是弊 但是呢 在文化層面方面 他都有利的地方 這些就是有利的批判性思考 去作答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 我歷史老師 教我怎樣回答這條題目 一定是你弊都說 然後你去選 你是憑你的論據去選擇一邊 原來是你多於弊的 或者是弊多於你的 就並不是好像 某些不學無所的局長 我們是藍絲節目來的 我純粹批評 對呀你還是藍絲呢 你為什麼突然變得這麼批判呢 我愛國 我愛國就看不怪這些人挖過歷史 對呀其實藍絲都是愛國的 不是只是這樣 對呀 就在那裡不學無術 就在那裡說 我只是得弊沒有理 因為這件事 由於我身邊很多朋友 或者親人之外 我本身在路歷史 很有趣 我又很有趣 我的表哥 早幾天 美國回來的 不是香港人來的 就發訊給我 就說 白琪 我本身就認識一些 他本身的立場就跟我們相近 就是藍絲 對呀 深藍 就認識很多 聲稱自己退休的中學老師 或者我自己讀歷史 讀得多太 我就會覺得 這個題目就是不學無術 然後我看他的論點 怎樣不學無術 我也很有興趣 怎樣不學無術 即是說這個題目是不學無術 或者說 那些人如果說 如果說有理 就是不學無術 但我又會覺得 有什麼不學無術 即是我覺得 利弊這些東西 其實是視乎你 按照自己 你掌握多少 其實我想說 利弊 除了剛才白琪所說的 用一個時間差 1900年到1930年 1931年到1950年這樣算 亦都可以用一部分的人 或者一部分的黨 即是在這段時間裏面 在這50年去對比的時間 50年裏面 對漢奸 肯定是利大於弊 他可以收受利益 可以出賣同胞 可以獲得利益 對一些受害者來說 肯定是利大於利 對共產黨來說 肯定是利大於弊 因為他通過這個侵華事件 無形中 他在當年的國共內戰 可以輸一口氣 不掌握政權 可以形成到 他後來跟國民黨的一個對話 先由現在的太平盛勢 對國民黨來說 當然是弊大 無端端是絕對的優勢 在贏共產黨 就因為這段侵華的事件 無端端沒有了整個主權 對了 剛剛我非常和Awin說一件事 我正常說一件事就是 你已經十多年來一次同意 對 我也說得對 其實我想問 教育局 特區政府 或者楊永航局長 其實是否想否定共產黨 我覺得他們現在 暗壓低在否定共產黨 為什麼呢 因為網上也有很多人說 毛主席說過 如果沒有日本侵略的話 中國可能就是國民黨的天下 他就幫助共產黨 去解放中國 我很同意的 其實對共產黨來說 我正在說 日本侵略中國 可能是一個利益 毛主席也親自說過 在這樣的情況 那些什麼藍絲老師 楊永雄 特區政府 甚至有幫後的林鄭 甚至可能中聯辦都會有幫後 是 他們是不是反共 絕對是 我們作為一個 愛國愛黨的藍絲節目 我會很痛心地說什麼呢 就是說有一些人 假借愛國之名 假借愛黨之名去反共 對 而且這樣代表我們 我們不去 我們哪有這樣去想 我真的沒有這樣想 而你突然說 你這樣代表我們的藍絲 令我們的藍絲 都眼面無全 對不對 我們覺得 就算我們藍絲朋友 世界上 可能去到哲學的層次 但其實真的很難想 我們想一件事 是說 只得利 是沒有幣 或者只得利 是沒有利 真的很難想 世事無絕對 而你突然跳出來 就說 喂 不是喔 我們十億同胞 都是覺得這件事 是只有幣 真的很幣 我都覺得 孤不論這題目是怎樣 孤不論是利大弊大 或者孤不論當時日本侵華 帶來多少同胞感情 以至到今時今日 感情受傷 去到今時今日 為何還要挑起這些 所謂無謂的民族情義傑 你也有打過別人 人家也有打過你 現在發展到今時今日 是甚麼 大大力地跑去日本 懲罰日本人 大大力地買廁所辦回來 回來國內 大大力地去炮軍美國 但是那些人 子女 高官 權貴 有錢人 下一代 全部去了美國 深入敵陣 這些我真的很不理解的行為 其實這件事 在共產黨 我們偉大的袋 想法 我不知道 但是在香港這班人 很明顯是在玩一件事 零左脈右 就是說 現在 其實很多事情 他想收窄 所謂的打壓 打壓越來越明顯 而有班人 其實那班不學無術的人 就想借這件事 不停地去表忠 其實不止這個叫做 楊潤雄局長 我想說不止這個 屍體這個事件 其實很多層面 包括港台 包括很多不同的層面 甚至立法會選 內會選主席 其實都是很多所謂的 零左脈右 其實已經罔顧了基本狼緝 總之我是 愛著左 或者愛著 接近所謂大陸的觀點 但是那些所謂大陸的觀點 未必真是共產黨 或者北京林的觀點 對 因為他是自己的個人判斷 個人猜想 對 因為某些人想上位 或者想立頭銘狀 揣摩勝義 揣摩勝義 想立頭銘狀 我們偉大的黨 一直都不會相信這些人 我想說 但是 現在香港都在充斥著這些人 導致我們香港人 對黨 對國家 不計劃越深 對 印象非常之差 是這些人令到印象非常之差 所以在香港我相信 在很多事件 例如我們去吃哪一個餐廳 或者是去看哪一個電視台 或者是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我們不會是沒有批判性思考 不會說我們只有一個答案 但是在某些牽涉政治層面上 就只有一個答案 所謂零左勿右 或者是在某些議題上 是不給思考的 是只有一個答案 那對整個香港 是好還是壞呢 如果整個香港的管治團隊 很多的局長 特首 整個管治香港的政府 都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而令到我們市民 要他這樣跟隨 究竟對整個香港 甚至對整個中華民族華人社會 是好還是壞呢 這個值得我們思考 我們這個節目 就沒有左沒有右 都是一個開放性思考 我們相信我們的聽眾朋友 都是開放性思考 但我們要珍惜每一個這些 可以開放性思考的平台 和空間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多些支持一下 這些可以開放討論的節目 和這些平台 比如說我們強國生還者 或者是巴打台 或者是很多網絡的其他媒體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可以課金去支持一下這些節目 平台 或者是like 或者subscribe 或者share 給我們這些其他朋友 讓這些平台能夠繼續存在 讓這個自由討論的空間 開放性思考的空間 是可以繼續生還 希望所有的聽眾 無論是身心 和思想都繼續生還 我這次強國生還者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MH